同學,來到英文DSE 60-Day Challenge的最後一集 距離考英文DSE中有 今天媽媽就跟大家講一下卷一Reading的注意事項 以及分享一下臨場考試的小技巧 想不知,可以無限lip的 好緊張啊 這麼快就考DSE了 相信有跟開媽媽60-Day Challenge的同學 一定已經有做過至少一次2021年的DSE Past Paper 大家覺得哪個部分最難呢? 前陣子媽媽看了考評局上載上去的2021年考生事發 發現,竟然一個Lv.3的考生 在答True Force Not Given提形的時候 答得好的Lv.4和Lv.5的考生 為什麼? 因為Lv.4和Lv.5的考生 經常都混淆False to Not Given 不用那麼擔心,我們一起去PowPoint分清楚它 我們立刻案件重演一下 這個就是2021年Paper 1 Part 8 Question 25 看到嗎?Lv.3,Lv.4,Lv.5的考生 我只讀Lv.3給大家看看 NG就不對,因為這個是False 這個對,這個對 三分拿兩分都算不錯的表現 Lv.4和Lv.5的考生 同學你想想,拿多少分? 拿一分?都不是啊 兩個都是捧蛋啊 同學應該還留意到一樣東西的 留意到些什麼? 他們錯的題目 通常是混淆了些什麼? Lv.3的同學答到的題目 你不應該答不到的 所以會見到他們錯的 通常都是混淆False to Not Given 究竟怎樣分辨False to Not Given呢? 我們透過以下這個2021年訪題和大家拆解一下 來到我們的訪題 首先要看一個問題 它就框住了In Paragraphs 2-4 我們就把目光放在這三個段落 是非判斷題都挺貴的 三分 我們先看哪一道呢? 當然就先看Statement 但Statement這麼長 我也不知道把重點放在哪裡? 我們會把重點放在subject那裡 看到第一個Statement subject是非常之長 Two Recommendations for Promoting Sustainable Fishing are Mentioned 同學會找些什麼? 當然啦 我們降低這個subject 原因就是我們看到一些keywords 例如是這個recommendations 所以我們會做些什麼? 當然就回到原文那裡 好,按下recommendations 然後右眼你都看到的了 first和second 對了 同學蒙著眼就會去由true作為答案 這個不對 為什麼? 因為同學miss了一個非常之大的提示 提示就是 是for Promoting Sustainable Fishing 我們確實是見到兩個recommendations 但是是不是兩個都是關於 for Promoting Sustainable Fishing呢? 這個是我們不知的地方 所以我們要揭秘 跟著我們就會回到第三段 to increase the supply and demand for sustainable food sources 告訴你什麼? food sources是食物的來源 fishing是一種活動 兩個牛頭不搭馬嘴 所以有沒有可能是crew啊? 沒有的話我們又找到一些證據去說 它根本就不是promote sustainable fishing 所以我們可以判斷這個statement作為 False Very good 一齊了 第二個statement There are currently no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food companies in the country 撞到dare這個statement 同學就要小心 因為subject通常都是沒有料到 就是dare這個字 所以媽媽就會將目光放在中間 focus在他的object那裡 好 No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food companies 還見到多一個字 那個字非常之重要 ever current 現在 現在是沒有一些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food companies 我們用什麼字作為keywords 當然是用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有場有侵 然後我們會回到哪裏呢 回到你這裏和你這裏 同學想不想看嗎? 一起看吧 This partnership empowers us to identify 見到identify這個字 它的意思是什麼? 它的意思是分辨 提醒你 它在暗示 本身你有一些東西 譬如你有紅色筆 你有藍色筆 你才可以分辨到 好我要紅色筆 我就拿它出來 但如果你本身沒有的話 你分辨什麼? 你應該是創造 這個作為第一個提醒 提醒我們這個statement是什麼? True false 還是not given 會是 False Very good 大同學就覺得 這個暗示太過含蓄了 我都怕不到 可以再看一下 Thus We will be able to get more of our existing food suppliers to be certified as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firms 這個more真是一個畫公仔畫到出腸了 畫品給你聽 這個statement真是真是 false 我們一起抹掉它 終於來到最後一個statement 看到一個靚靚仔仔的subject Hologic Hotel is the largest 當你在statement中看到一些 the most 又或者the什麼 EST收尾的 麻煩你 這個很重要 究竟它是不是最大的seafood importer in the country 那我們就憑 Holiday Hotel 回到哪裡呢? 回到第二段 Currently Holiday Hotel does not have the same degree of influence as the rest of the entire service and retail sector in the country 無料到 我們要的是seafood 所以同學會見到 以後沒有了 而且有數字 同學馬上拿出來和我計一計 計一計 計到什麼? Sorry 媽媽特地是你們的 計什麼數 你不給他這個 是8 million dollars 而下一個是什麼? 9 million dollars 他本身在漁民那裡 都沒有說他的比重是什麼 我們又怎麼能夠判斷 他是the largest 不能夠判斷 即是找不到證據 支持 找不到證據 反對 剩下會是 對 Not given 好啦 你們終於能夠分辨 什麼是false 什麼是not given 想繼續挑戰自己 記住做完2021年的閱讀卷 是要做多一次 這樣才可以鞏固自己的知識 和檢查清楚自己是否真的能夠避免同類型的錯 來到這次臨考前 最後一課 媽媽都有些小題想和你們分享一下 首先是paper one reading 大家做reading卷的時候 寫答案之前 記得檢查清楚答案的詞聲 尤其是答什麼題型 尤其是答 summary close to my in the blanks 而paper two writing proof reading 就是很重要 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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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怎樣proof read 當然就是找根據子的sbo 來到paper three 我們首先講part a 大家都知道task three 和task four 經常都會喜歡一些極難的山子 如果同學突然之間 忘記了點串 無問題 可以試一下從它的意思 找一些同意詞來取代 因為在往年 考評局都會因應答案 而儘量給分 去到part b 首先我們就要聽一段錄音 如果同學在note taking的時候 抄漏了個point 不需要按警方 因為有機會這個point 會在datafile找得回 如果同學想知道每份卷的做卷時間分配 記住留言 Lisa的program 最後麻麻足同學可以在考試上發揮到最好 Good luck 中學教的東西太難 想進步都很困難 一直都有找師寶 但成績都沒有變好 正常的 因為之前snap us 未退出初中常規課程 今天開始三大名師助陣 主理snap us 中 應 掃 三大主科的初中常規課程 而一週一堂 已入口的上課節奏 40堂就可以學會 日校教足一年的內容 輕鬆緊貼入口進度 錯過了的課堂可以重溫自行安排 上課時間 還有精美筆記練習 同學可以先上課 先下看notes 由今天開始打好跟機 及早為高中和dse鋪路 現在notesv都可以上課我的常規課程 上課課程